中国国防部网站,够权威吧! 网站还专门有个栏目叫权威发布,在这个栏目下,近日正式发布了我国首部单光磁检测量子雷达样机亮相中国航展的消息,消息来源为新华社,这并非最新公开消息,但在这个渠道发布,别有异议,就在珠海航展开幕前几天,根据公开权威信息,笔者对中国量子雷达做了一番分析, 当时有网友留言,吓得我赶紧喝了几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量子可乐压压惊,俏皮一百分,但愿这只是一个自嘲而已,抛开这条言论部说,有一些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前面直不起腰杆来,令人感慨不已,如果这些人看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新闻发布会的主题,还不知道会怎么算呢? 十四所的大名就不必赘述了,量子雷达就是人家带来的,另外还有三面镇有源相控镇火控雷达,迹象扫光角火控雷达,全普系雷达产品,蜘蛛网反无人机系统,智能制造轨道交通气象预警整体解决方案,国内首创LED穷木在内的二十余种最新军品和军民融合产品, 所以呢,在航展新闻中心,十四所开了个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看到全球每个角落,够威武,我喜欢,这可不是说大话,有足够的实力支撑。 由十四所率先提出的五大作战预警体系,反导作战,空间攻防,战区联合作战,远洋作战,全球警示极打击,可实现陆海空天四围一体,看到全球每个角落,多元融合,综合集成,实现信息火力一体化,探干一体,体系对抗,实现战场单向透明,注意单向透明, 不仅能探测得到,还能强力压制对手,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探干一体,体系对抗,说到底,量子雷达的出现,那是有雄厚基础的,可不是灵感突发砸到脑门上的幸运。 十四所说了,目前,量子雷达完成了探测机理,目标散射特性研究以及量子探测原理的实验验证,在真实环境下实现了百公里级的探测,灵敏度极大提高, 各项指标达到预期目标,取得阶段性重大研究进展和成果,有人贴出了参加珠海航展的量子雷达照片,咱们先读为快,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何神奇,用起来那可是独领风骚,量子雷达是跨时代的产品,革命性的成果,量子雷达与传统雷达大不相同,它将探测量子发射出去,然后把遇到的物体形成虚拟图像显示在屏幕上, 隐形战机的涂料可以吸收雷达多,但无法躲避探测量子,什么F-22、F-35红桶都要现行,中国并非第一个提出量子雷达概念的国家,但却第一个实现了突破,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当前,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中国则在不断拿出石招,量出利刃,破掉美国的利器, 就本届航展来说,矢量推力发动机是一个,肩负20是一个,量子雷达也是一个,以前中国是单个突破,并且多数为追赶的姿态,现在,中国军工不断反,强优势,成体系的快速向前推进,一旦有更新的突破,往往就是领风气之先,这样的局面,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有人说,世界上最薄的三本书是美国历史,意大利英雄史,英国蔡普,美国以其短暂历史成就世界霸主地位,自然有时的骄傲和自豪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同时,在与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大国的博弈中,他还是暴露了在局势判断,战略谋划,节奏掌控等诸多方面的轻率,粗暴,狂风咒语无法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狂风咒语, 大海依然在那里,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是一个足够蒸汽的中国,一个足够自信的中国,美国该醒醒了,一些贵得太久的人也该醒醒了。 11月6日,一场处于中国航空业的盛会,珠海航展,在万众期待中拉开大幕,换装矢量航发的肩负10B和肩负20战斗机相继现身,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飞行表演, 正当大家集中注意花痴肩负10B展示的眼镜蛇机动,落叶飘等超机动动作时,港媒却报道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劲爆消息,据称,做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近日却披露一个劲爆的消息, 称中英双方已达成一项特殊的进出口协议,英国国防承包商很快将开始向我国出售用于目标捕获,武器控制和对抗系统的基载雷达设备,零件,软体和技术,并且附加一项说明称这笔交易的数量不会受限, 也就是说,英国这次是要放开西方一贯以来对华军用雷达技术设备的进出口限制,图为,肩负10B演示眼镜蛇机动。 虽然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近年来正面临着各种窘境,军事实力有所下滑,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由于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雷达这种革命性装备的国家,他们的雷达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这次的举动在外界看来无非就是在向我国提供帮助,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 由于当年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的限制,我国雷达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识别三日,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 我们今天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我国雷达掌门人胡明春的话就是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持平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还有所超越, 比如说在本次珠海航展上,我国高端雷达的创始者,中电科14所就首次对外展示了一款堪称黑科技, 记得KLJ-7A,三面阵机在有原相控阵或控雷达,三面阵机在有原相控阵雷达。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空战中,那种两架战机面对面狗狗的情景已经不多见了, 很多时候都是利用各种先进探测电子设备在超视距的情况下率先发起攻击, 所以作为战机上最主要的一种探测设备,基在雷达当然是能看到的范围越大越好, 但是我们传统的机械雷达与相控阵雷达通常视野影多指导正负90度, 也就是说战机在搜索目标时经常会出现固头难固尾的情况。 据介绍,这次中电科14所新推出的KLJ-7A三面阵机在有原相控阵火控雷达除安装了具有正负60度探测功能的相控阵阵列外, 还在两侧安装了相控阵阵列,使其视野一下扩大两倍以上,相当于是开了第三只眼。 14所在报道中特别强调道,这个三面阵将让战机获得目前世界上最广的探测视野。 最新消息显示,该雷达已经装备肩负20、肩负16等新型国产主力战机, 也就是说肩负20等战机的战场信息搜索能力和生存能力将会得到几何数量级的提升。 图为14所展出的量子雷达。 除此以外,此次航展上,14所还展示了量子雷达、泰赫兹雷达、微波光子雷达这种代表国际一流水平的重量级产品。 这样看来,英国现在放宽对我国的雷达出口绝对算不上是雪中送炭, 顶多也就是锦上添花,不过也不是说一点好处也没有, 至少买英国现役先进雷达对于我们研究欧美体系的西方雷达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有意思的是,看到我国雷达体系现如今的真实水平,美网友不禁感慨。 现在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加加,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 近日,据媒体报道,在珠海航展某海报封面上,中国又一款压箱敌武器震撼问世, 这款武器就是HK5000巨舰载无人机,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器了。 对此,五角大楼表示,紧看外形就令西方彻底害怕了。 这款无人机具备非常神秘的用途,那就是将来能够当作航母的无人预警机使用,并且在反潜上也能发挥奇效,看来这才是中国航母当之无愧的压箱敌武器。 在此前,我国已经发展了许多无人机,但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呢? HK5000巨有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机翼是可折叠的,并且采用了双前轮以及粗壮的起落架。 这些能代表什么呢? 这些都代表了这架无人机,极有可能就是一台舰载无人机。 HK5000巨的造型也跟其他无人机不一样,它采用了长平直翼以及V字双尾翼,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无人机的滑翔性能更加优秀以及有利于提高航程。 图为HK5000巨。 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693期。 据猜测,在起飞重量方面,HK5000巨大约为4000千克或6000千克,作战半径达到了2500公里。 喷气式的引擎也让它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突防能力,配合上2500公里的作战半径,对抗航母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武器配置方面,根据中船海空放出的图来看,HK5000巨西翼下发挂载了两枚飞弹。 根据外观来看,很有可能是鹰机系列飞弹,至于是鹰机紧电不得而知了。 图为辽宁号航母。 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693期。 对比美国同样是舰载无人机的MQ25,HK5000巨的性能并不算太出众,但是这款无人机有注重大意义并不是在性能上有多么多么强大,而是在另一方面,HK5000巨的起飞重量是4000千克,这么小的起飞重量,单靠滑跃起飞是飞不起来的。 只有使用可控性高,适应范围广的电磁弹射,才能让它飞起来。 那么它的出现,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国在电磁弹射方面取得了进步。 除此之外,这架无人机的设计单位是中船海空,这是一个跟性造航母有关的单位。 HK5000巨的出现极有可能代表了我国下一代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 我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一切皆有可能,HK5000巨无人舰载机的出现,很可能就代表了电磁弹射技术的进步。 如果这架飞机上线,那么我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并且还是第二个在航母上台。